拿了年终奖金 火石压岁前 口袋满满的年轻人 现在也把眼光望向这些 金光闪闪的饰品上 以前觉得挺老气的吧 然后现在就是工艺 还有设计方式都越来越好 然后慢慢也接受 然后也像不流行多潮嘛 然后也支持像国情 然后也非常时散 黄金不再是大妈们的专利 已经五年各种讨喜的老虎金事 加上DIY的歌星花搭配 让年轻人更愿意打开荷包 可能就要考虑到是 年轻人会喜欢的多一点 就比较酷 比较那么传统 然后这个是比较简洁 然后又像一些钻石 应该挺受欢迎的 因为这些骨验特点是它够轻 年轻人买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对吧 而且又能DIY 对吧 像那些绳子可以配起来 应该是蛮好看的 还可以 从而年轻人的削弱习惯 以往动辄上万的黄金坠势 现在因为工艺技术发展 大约几千块台币 就能把可爱的吊坠给带回家 甚至不到一千台币 也能买个辟邪的黄金钱币 还能保值 精打细算的新世代自然买单 这个大概是200多这样的价 是200多就能买一个黄金事件 对 没错 没错 这也是我们用了一个 就是超高的一个技术 能够让这个0.02克的黄金 让它能够非常清晰地 能够看到我们山鬼泉的 一个原样的一个复原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的调查 目前金事店的主要客群 落在25到50岁左右 尤其25到35岁的族群 就占了超过七成五 金价方面以去年同期有小幅的下降 刺激了一部分消费 另外主要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像五九真金 5G 武法等新品类 和新款式的迭代升级 然后让传统的黄金饰品 更加具有时尚感和美感 这一部分吸引了更多的年轻的消费群体 加入到黄金饰品的消费概念当中 2021年疫情趋缓 奢侈品消费也快速回温 去年前三季的黄金消费量 就比2020年要增加48% 黄金饰品也比同期增长54% 金虎年更看好黄金的销售量 预计到2023年 中国大陆的黄金市场 有望达到2618亿人民币 今年卖哪一款比较火爆啊 今年就是都找这种老虎的挂针啊 手串啊 跟老虎一些都有关系的都可以 然后年前的话 一般都是小宝宝的那些挂针了 生销了 这些走得比较好 现在的消费观都还好 不像以前它都是主动 按客的那种多少多少的 现在主要是注重一些工艺 就连以往拿来投资的金币 也跟上这波黄金饰品的热潮 其实中间的黄金部分 它是一个金币 对 它是通过了传统这种 投资类的金条金币的 这样一个单纯的 只能放在盒子里 只能摆着的这样的一个束缚 同时它的价格 又是真正的一个投资 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没有一些附加的一些 工艺的费用在里面 我们就按照金价来进行购买 除了带有老虎的造型 因为疫情影响 又平安寓意的黄金饰品 尤其是热卖商品 这个是我们用黄金 打造的一朵花 然后旁边就是用了 这个和田律来做的平安寇 那么整个把它们 全部关联在一块 就寓意花开富贵 富贵平安 为了因应过年期间的热络买气 大陆黄金饰品的产量 比以往多了两到三倍 尤其目前黄金价格 呈现走跌的趋势 业者特别看好自己世代 有望成为未来的黄金消费主力 据毕业新闻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